話還沒說完 突然一陣巨響 號稱鐵娘子接班人的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嚇得花容失色 滿臉驚恐 接著緩緩走下舞臺 辯論會直播就此中斷 到底發生什麼事 觀眾 事後電視臺推文 向觀眾解釋 現場出現醫療狀況 並非安全事故 兩名黨魁候選人都平安 原來出狀況的是他 主持人麥坎開場還好端端 卻突然昏倒 意外出現 驚嚇插曲 不過場內聚焦的則是兩位 音響候選人的抗中言論 火花四舍 特拉斯先挑明不能讓中國效仿俄羅斯親屋 至於先前曾被哀哄親中 被特拉斯抓到痛腳猛攻的前財政大臣 蘇納克 態度轉彎也不遑多讓 蘇納克高呼力主 關閉孔子學院 避免中共意識形態滲透 這場黨魁之爭相互較量 比誰抗中立場更強硬 無論誰成為下一任領袖 劍指中國方針似乎也悄然成形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